《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里说 《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讲到的是神给人一个救赎的恩典 让人有一个悔改的心明白真道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人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去到父神那里 当中的关键就是要认罪悔改转移归向于神 那究竟《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会令你想到什么字呢? 重要的字眼就是悔改的心的心字 明白真道的真字 我们将心字旁加上一个真字 就得出个神字了 神是神众是谨慎 我们都需要神众认真思想下 关乎信仰关乎生命的事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而耶稣降世就成为可以替人洗罪的救赎主 当他们相信耶稣 生命就会得着大改变了 不过现今世代邪恶 出现不少迷惑人心的人事物 所以耶稣告诫人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耶稣强调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是独一真神 只有靠着耶稣 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除此之外别无途径了 好了 下次的金句就是 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女衣也由他拿去 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呢 当中又隐藏了个什么字呢 我们下次再谈